同學們上課囉 我是今天的助教和風 歡迎來到我們這一堂誌落點分析教戰手冊的課程 昨天如果你有收看的話 我們美麗的助教引柔幫大家解釋了這些通識的課程 但是呢1779個教系18大學群要怎麼樣做選擇呢 從今天開始我們會一一來為大家做解說 當然呢現在邀請到我們的專家 就是我們亞洲大學心理系教授李志弘老師 歡迎 家長代表張鑽凱 張爸爸 歡迎張爸爸 學生代表萬方高中張遠橋 歡迎 好的所以呢今天要先請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開始的第一個這個學群 是我們社會學跟心理學群喔 這個講穿了會覺得 社會學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是跟對心理學呢 會覺得說它是不是跟對是心理意識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等一下就會請老師來跟大家說 當然現在宣傳一下呢 從大概昨天開始的時候已經開始計發成績單 所以陸陸續大家都會收到 如果你收到成績單之後 你不知道怎麼樣來選評你的志願的話呢 可以上我們大學網的交叉落點分析 從這邊點進去之後呢 可以輸入你的個人成績的部分 張爸爸開始舉出Cue我的子的牌了 張爸爸有什麼意見嗎 成績單是2月24號才計發 欸那昨天計發的是 昨天沒有計 喔所以昨天我們 我們昨天說錯了嗎 好的2月份計發成績單 不是計發那個幾級分那個出現的 還沒有 24號 所以大家知道囉 2月24號會計發 好那我們請老師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心理系的部分在亞洲大學系 其實是歸類在醫學跟健康的學院裡面 但是呢 這個針對社會學跟心理學的這個學門 學群裡面來講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讓大家知道 你看其實很多人會講說 那他可能是第三類組 可是呢像我們今天的同學 他是第一類組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解釋 OK好 我們先需要稍微知道一下 整個社會心理學群 它其實是以三個重要的人文學科為基組 然後延伸出來的很多的科系 那這三個學科包括心理學 包括社會學 也包括人類學或者文化學 那當然也有些科系 它很有特色的話 這個學科的一個 大概會横跨的學科和領域都放在一起 例如世新的社會心理學系 不過我們是社會心理學群 不是社會心理學系 那大概包括這三個 那跟這三個往外延伸 像是社工啦 社會福利啦 然後臨床心理 諮商心理 那乃至於這個宗教啦 或者是族群研究 大概這一些都屬於這個社會心理學群 所以其實的話 它在一類組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涵海最多的部分 對 那在這三個學科當中 或者這三個學系當中 心理系算是一個 比較是跨這個 這個醫學生化 那跟這個我們所說的文化 一直到這個組織 是一個這個廣度比較大的 這個學科學系 所以在國內其實 傳統的心理系 大部分都放在理學院 放在醫學院 那但是我們會注意到 也有一些這個人文學院 或者教育學院 裡面也有這個心理系 所以它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第三類組招生 有很多的學系 同時開放兩個不同的招生管道 一部分從第三類組 一部分從第一類組 這個是都有的情況 是 像老師的專長是工業 跟組織心理學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呢 我們的喬喬來呢 想要先問一下 為什麼想要念心理系呢 有沒有受到什麼 來老師告訴我 有沒有受到什麼電影 偶像劇 或者是動漫的影響 電影的話就是有之前在那個 Joker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 諾蘭知道的那一部 就是蝙蝠鞋 黑暗騎士 那裡面的反派小丑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角色 那他的心理狀況 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拿來做犯罪行理學的研究 那因此我會對 這個角色著迷也 就是很好奇 他的心理狀況 跟他所做出來的一些事情 我也想去研究他 是我們今天請來教授來了 就是來讓你好好的這個 專家詢問一下 我希望最後來詢問你的時候 你還可以堅守 你要練心理系的答案 我想問一下張爸爸 知道他要練心理系之後呢 你是支持還是反對呢 因為我的職業的關係 我們老網友應該有見過我 這個就不說了 今天帶小朋友來 因為小朋友他想要從心理系這邊 來去做出發 那李智鴻李教授呢 也這個 也很榮 就是我們很榮幸 能夠邀請到他 來上我們的節目 那這邊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們的 這個一人力銀行的九大職能心的這個 產品呢 也是李教授協助我們 這個從沒有 慢慢的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把這個產品研發出來 這邊做工商服務 是 那回到回到正題這個地方 那小朋友想要念心理的時候 其實之前他在看這個 有他剛剛講的一些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看的好像不大合適 因為他還沒有滿18歲 可是後來發現他對這方面 他有那麼一點興趣 他會從背後去了解 這個角色他應該要怎麼去做設定等等 那我就發現 不錯 小朋友開始有思考了 他知道他想要專研這一塊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這邊是蠻支持的 那曉曉你決定要念心理系之後 你在看著簡章之後 你在預先 有沒有先做了一些什麼樣子的準備 因為到時候 你可能會面到一些書審資料 或者是需要面試的時候的一些提問 那等一下我們之後會來給你來試試看面試 那在這之前的話 你有沒有先做一些預先的準備 我稍微有大概看一下 就是 往年他們所做出來的 怎麼講 考古題之類的 稍微 然後還有他們所做的一些六大資源的選填部分 那希望可以順利的上我想要的學系這樣 那今天也想要來請問一下教授 如果我今天想要進心理系的話 那我應該要做哪些準備 對 好 那在這準備之前呢 因為有可能很多網友會想說 我家裡我不是考生 或者說我家裡面的小孩還沒有到這個年紀的 但是呢 從現在開始你就要好好的做準備 所以我們都會講說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聯考就是一試定生死 然後就一翻兩瞪也不用準備這麼多 所以說現在這種比較多有一種入選方法 我覺得也有好處也有壞處 至少你現在就可以確定說你的志向是什麼 而且保證如果你有上的話 是一定不會選錯科系 不會到進到大學之後你還要在那邊轉系 那想問一下老師 像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個學群的分類 從這邊都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我們剛剛其實像我們的張爸爸 他是在人力銀行工作 其實這個的出路的話也可以針對在人力資源方面 也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我們最後會跟大家講 那想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個學群這個科系 主要是在念什麼部分呢 對 OK 好我們在了解社會心理學群的時候 可能最好有一個稍微寬廣的觀點 就是說 當然比如說剛剛我們所提的犯罪 或者是偏態或者變態的心理或行為 我們常常覺得這個可能是心理學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這個文化學對於這些這個偏態的族群 其實常常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捕捉 那社會學系也會有關於這個犯罪社會學相關的這些學科 換句話來說 很多人文社會的議題 它是共通的 在這三個學系或者這三個學群當中 大家都是共同的來關注 但是他們的層次會有點不同 比方說心理學系就會比較強調遺傳 生物會強調這個行為基礎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屬於個人的這種特質 特徵特性 這個面向的考察 那社會學系就會比較從這個城市或者鄉村 或者說從這個團體的關係 從某一些族群被排擠 從這種社會的擠壓的角度 來了解這一些我們說的 Bad Mad Sad相關的這個問題 當然文化學也有他們的一個觀點 比如說 早前我們看過一個新聞事件提到 其實這些傳統的一種療法也好 或者傳統的一種治療的觀點 有的時候對這些偏態的族群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更強調整個系統 整個文化一種生態的形成 所以雖然這個張小哥 對於這個好像犯罪的行為 他的觀點比較從心理學出發 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學科 也許可以帶你進入特別了解一些很獨特的人 或者很獨特的人群的一個切入點 但是將來入學之後 還是很鼓勵比較寬廣的來修習相關的學科 這樣你對於某一些現象或者某些議題的掌握 會更加的完整通透 那到了這個研究所或者是將來做研究的層次 可能這一種博取旁通的這種觀點會更加的重要 所以要加油 是的 好 那所以剛剛知道他們在念些什麼之後 我們想知道一下 在這個四年分佈的課程當中 會有哪一些的不同 像針對社會學的部分的話 大一到大四 像這些普通心理學比較概論的部分 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 社會工作概論等等的 老師在大一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大概可以把一些比較通識的一些課程 會在大一的時候會先做一些了解 好這三個學科 當然在課程的鋪排上 大概都有相當類似的結構 就是這個一年級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關於這個領域的基礎學科 那或者說學科基礎 比如說在心理系就是普通心理學 就是心理教育統計學 那有些也會上實驗法 那如果在社會系就會談這個社會學概論 那談社會學理論 那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的去探索一些 比較領域課程或者是後面的應用課程 所以大概一二年級是屬於這個學系的領域課 到三四年級之後就會進入這個特別的議題 或者應用的領域 像個案的一些研究 專題的研究 比如說在社會學系就會有關於這個家庭簽署 或者說組織或者文化這一類的議題 他都會到高年級之後才去開這些課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二年級的課程大概都是 什麼心理學什麼心理學什麼社會學什麼社會學 或者什麼人類學什麼文化學什麼文化學 但到三四年級的時候就會開始進入一些獨特的議題 比如說婚姻議題的研究 家庭議題的研究 親屬議題或者是交換的系統 大概就會有這些專題的課程 那麼在心理系也是一樣 大部分的應用課都會開在高年級的時候 所以遠橋你是不是開始有一些想像 在念心理系的時候 這課程的內容可能有很多是需要你做一些 比方說犯罪背誤的破解啦 或者是一些分析對不對 對 就聽完這樣的想法是沒錯的 然後剛剛聽完了有沒有想說 原來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論課程走在前面喔 對這個有意料到 但是我比較想問請教教授就是 因為我個人數學真的很差 會不會有數學在裡面 會不會有任何指定 跟統計有關的 跟數學比較有關係的東西 我想統計也會有 OK 好這三個學系裡面 或者這三個系統裡面 心理學大概是對這個統計最依賴最重 然後社會學其實也相當程度強調 對 那人類學導致在這個方法學 或者是知識觀點上比較有彈性 那大概進入人類學的領域 當然他們也會需要研究方法的基礎 大概也要學一些統計 當然就不像社會學或者是心理學 特別心理學對統計學的這個琢磨是非常多 但即使如此 在這個跟統計或者測驗相關的課程裡面 其實比較重要的還是邏輯思路 那至於這個具體的算數都是交給電腦做 所以這個倒是不用擔心 好一些軟體就可以 用口氣了 對 但是這個腦力激盪 就是盡量的尋求創意 或者是比較嚴謹的批判思考 可能是很重要的 我感覺張小哥應該是在這方面很有潛力 我想問一下老師 在這個學區裡面其實也有這個人類學跟民族學的部分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人類學是不是就是我們傳統講的要去那個考古啊 挖一些什麼東西啊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但某種程度來講呢 它背後其實也蠻具有商業價值的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不是說在這個學區裡面的話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可能之後這個遠橋它會碰到的一個部分 當然是 遠橋現在當然是這個第一志願或者說主要的這個志願 希望能夠攻讀這個心理學 但是進入心理系之後 也會把這個接觸到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課程 這個大概都是難免的 那剛剛提到這個人類學它這個 研究的這種視野跟心理學就很不一樣 心理學就研究個體的心理過程跟行為 但是人類學是以整個人或者說人類人種 這種當作它考察的對象 所以他們就會很強調在這個村落或者部落 或者在城市或者對某一個特定人群 產生一種比較完整的關照 那犯罪有犯罪的人類學 那它就特別考察這一群人他們的生活樣態 那如何會形成這種特殊的這種行為的風格 那所以該怎麼說呢 對於要接觸一些人群的一種商業或者政治或者文化的現場 其實人類學是非常重要的學科 比方說這個西方人對東方世界很感興趣 他就會有一大堆人類學家做東方獨特的國家文化 這種時代風潮的研究 那所以如果你要去殖民 像18世紀、19世紀 人類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科 那你如果要去開拓商業市場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講這個南向政策 我們最大的困難其實就是不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 那這種關於整個風俗民情的掌握 心理學的工具就相對顯得很有限 那社會學當然在這方面就力道比較強 但如果你是人類學訓練的背景 這個就這個怎麼講 好像這個如數加珍 這個一塊餅乾一樣的輕鬆 所以不同的學科還是有他不同的研究焦點 跟他的知識上比較優越擅長之處 不過以我的經驗 以前如果我們在念傳播學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來自於心理學跟社會學 然後社會學又有很多來自於哲學的一些觀念在 其實有時候你不太 其實一到18學選把它切開來 其實有一點大區塊的切 因為你看其實在這個心理的部分的話 你教育心理統計 其實就會學到統計的部分 然後像性格心理學 然後剛剛講的這個比方像變態心理學 就跟你的犯罪其實蠻有關聯的 還有一些像是這個認知的神經心理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準備一個學群的時候 他常常是藉其他類別來怎麼講 就是補強我的這個理論基礎在 所以有時候你會跨到其他的一些領域 那我就想說其實念社會學的時候 其實對一些思考蠻有幫助的 但是這些可能就跨到哲學 那如果說今天他在念社會學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可能這個部分 會如果覺得很難的時候 比如說很多的社會學的理論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 我想一方面讀大學就是有這方面的好處 它的這個課程結構 有比較嚴謹的邏輯性 那所以當然 如果我們會覺得困難 那代表我們在學習新事物 那重要的不是新事物有多難 是我們是不是很有條理的 循序漸進的來掌握 當我們的基礎知識相對比較完整豐富的時候 進一步比較難的挑戰 可能就跌倒就大了 就只差一步 剛提到這個關於 這三個學科跟哲學背景當中的關係 其實都是相當的強 早先的很多心理學家 乃至於社會學家 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的社會科學家 其實都有很濃厚的這種哲學興趣 或者說有很濃厚的人類學的興趣 那所以他把它放在這三個學科所形成的學群 形成一群其實是有道理的 那我也認為讀這個社會心理 人類文化乃至於這一些學科交叉的一些學系 其實最好都有一些比較深刻的這種哲學觀點 或者人文關懷 是 那遠橋你有沒有數 就是已經瞄準了哪一些學校的心理系 是你預計要填 因為我們總共可以填到六個 對 我目前在 第一志願 第一個志願是福大 就福人大學的心理系 那第二部分可能就是剛剛主持人講的 世心的社心社會心理 社會心理 那其他部分說實話 我還沒有認真的準備 對 就是目前還在想 老師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這些科系呢 要繳交一些資料 然後呢可能也遇到面試的部分 是不是就您所知其實 心理學的部分的話 可能每一個學校的設計都是需要面試的呢 是 都一定要面試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先來 好好的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面試 就是基本題有哪一些 嗯 第一個部分當然呢 應該是 不管什麼情況下都一定會遇到 就是要自我介紹 然後呢 時間可能有學校來決定 有些學校會一定要用英文來回答 遠強這個部分英文OK嗎 我 我 就是稍微準備一下可能還是可以啦 對不對 好 遠強你要不要試試看 如果我們做一個大概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你會怎麼說呢 一分鐘 對 你可以考他用英文 哦 爸爸都這麼說了 可以用中文就好 好你先用中文 不要什麼準備 就是 教授您好我的名字叫張遠橋 那我是從萬方高中畢業的 那我的目前興趣是就是 當那個就是騎自行車 那目前最偉大的司機可能就是上烏嶺 或者是北高就是一天360公里這樣騎完 大致就是這樣 那我目前對你們的心理系就是有興趣 那也希望說 能不能給我這個機會試試看 那我能進您的學校學習 嗯 嗯 是 好 這是中規中矩啦 是 老師其實我們剛剛好有一個部分 是要講說這個 念社會心理學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人格特質 可能需要符合的 那這個人格特質部分 比方說有需要感性跟理性要兼具 然後呢 需要與人相處 對人要感興趣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自我探索啦 或是要一些邏輯思辨的能力 然後這個部分要跟我們解釋一下 從高中生這一些的要求 感覺其實是蠻嚴格的耶 對這些背景 好 我想第一個當然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對人要感到興趣 對 原因也是因為這幾個學系畢業的學生 將來都是要服務社會 服務人群 對 而且他們服務的形式跟其他 投入產業工作的人比較不一樣 他們通常是做人的這種關懷 或者人的服務工作 所以對人的興趣是很重要 這也是剛剛我為什麼說 要進入這一個學群的學生 最好都有點人文關懷 有點這種哲學反思的深度 他要對這個世界產生一種感情 一種熱情或者興趣 他才有辦法去 怎麼講 用一種比較不同的獨特的堅持 去從事這個人類服務的工作 但是觀點可能也要比較獨特一點 才會不能只看一些行為性的表面 對 所以他很樂於觀察 很樂於傾聽 他覺得這個世界每件事情 或者是每個人 跟他之間都能夠產生某一種感應 某一種互動交流連結 那即便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有一些bad 我們說犯罪的人群 或者脾氣比較狂躁的 或者是 有些情緒比較低落 不論是狀態的 或者是一種特質 已經生病的 那像這一種 其實都超過我們平常 日常生活的經常性的經驗 所以除非你有一種 我們所說的關懷 有一種愛 不然要長久的面對這樣的人群 其實很容易就會枯竭 很容易就會覺得自己很軟弱很無力 那所以這一種人文關懷的深刻 或者說 對這個世界感到友情 那我覺得是很重要的特質 OK 那但是 我們得回到前面講說 這個三個學科學系 基本上他們還是有一種科學認同 或者社會科學認同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研究方法 資料的收集 研修 整理 都有比較嚴謹 相對嚴謹的要求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這種批判思考 或者說整理資料的這種興趣 換句話來說 也要耐得住寂寞 那你看 這個看見人的時候 就熱血澎湃 自己躲回書房 就能夠把心靜下來去分析 整理這些資料 那所以我想 那進入這個學群同學 自己要稍微有一點點這種自我的檢查 自己是不是能夠熱情如何又靜得下來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個性上比較大的考驗 因為很多人都會對心理 念心理系的就會想說 是不是能夠分析別人的個性 一眼看穿別人 圓橋下有沒有那個具有這樣的興趣呢 一開始念是有這種幻想 假如你在追女朋友的時候 就要先分析好看好他的個性是什麼 從小就挑戰吧 很厲害 這就不用講了 這可以說 所以你就會分析一下爸爸是那個身體還是高興 然後想說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比方說我今天考的很差 或者跟他要零用錢之類的 從來說不出口 就是爸爸心思有點猜不透 因為張爸爸在家這麼兇 比較有威嚴 張爸爸在職場是非常活潑的 又專業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二個 你要不要來說說你的個人的人格特質跟優缺點有哪一些呢 有時候這個教授會希望知道 怎麼樣你解析一下你自己 我覺得我的人格特質比較偏向 就是很外向 然後就是 像一些戶外活動什麼的 所以我就比較活潑一點 就是好動 然後 如果說缺點的話 就是我有時候口直心快我會很快 就是心裡想到一件事情會很快就想要講出來 所以可能會得罪某一些人這樣子 對 我覺得口直心快這件事情可能在念完心理系之後呢 就會有很大的改善 加油 謝謝 老師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一種 比方說在學的一種什麼樣子的表現 或者說社團 其實是對念心理系有幫助的呢 我想如果從這個大學端 我們在這個爭取學生的時候 可能特別關注剛剛我們所說的對人的興趣 很仔細的想要去認識他所認識的這個對象 是 那像剛剛這個 這個小 donut 小賽格 所說的他比較外向比較薄肉 那很樂於跟人群接觸 這些就是很好的線索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有一種是這種深刻 反思 所以他如果會提到他 比如說他會書寫日記 書寫網誌 那常常有自己跟自己對話的時刻 那這個我們也會特別的欣賞 我們特別關心的是人類服務的工作者 他常常需要參與到不同的人群 或者接觸他所不認識的人 所以個性上比較陽光比較活潑 其實是很好的 那如果有行就更好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行也不要太擔心太介入 就是加本郎 像我這樣胖嘟嘟 圓圓其實又有另外一種接近人群的魅力 比較親切 所以可能看起來真誠 看起來溫暖 大概是我們也會期待的一種形象這樣 那遠強有沒有什麼是影響你最深的一個人 一件事或一本書呢 請不要說張爸爸 就我說張媽媽 你不要這樣破梗嗎 一般在這個時候的小朋友 其實很難說出別人 因為家人 還有 好那你說張爸爸對你的影響是什麼呢 影響外形 就做一件事情 你說了你一定要去做到 就是不要讓自己食言 讓你自己的信用破產這樣 那如果說是一件事情的話 可以講電影之類的 對 因為我比較常接觸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方面可能我會比較偏向 就是剛剛諾蘭拍的那部黑暗騎士裡面的 Hick Ledger 飾演的小丑 就對他很吸引我 那他的有一句名言是 Why So Serious 就是意思是說 怎麼這樣 為什麼要認真嗎 為什麼要這麼的嚴肅 為什麼要這麼嚴肅 然後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那他希望某方面我的解讀 可能是你不要把所有生活中的這麼 這些事情看得那麼嚴肅這樣子 對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解答這樣 錄取了 然後這樣子聽起來 現在家裡面張爸爸對你 其實算是蠻開放政策的對不對 對 聽得出來 好看電影非常的好 就跟爸爸起重計一樣 好 你未來在私人裡面的讀書計畫 有哪一些規劃呢 這個難囉 有沒有想要繼續升學 我覺得這個要不要繼續升學 可能問的有點太早了 因為我當時也是到了 二下的時候 我才決定繼續升學 大一的時候當然是玩啦 對不對 到大二成績才變好 好 如果說要不要決定繼續升學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繼續 因為畢竟我目前感興趣的科目 是犯罪心理嘛 那我聽剛剛教授講的是 可能這個東西需要到研究所才有 那可能就是慢慢的攻讀上去這樣 那未來四年的讀書計畫 說實話我目前也還沒有想好 那今天來這邊的目的 可能就是還想要請教一下教授說 那這個讀書計畫應該要怎麼去編排或者是去製作會比較好 老師如果說在口試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大概都不太了解 也不知道怎麼樣去理這個讀書計畫 或者說如果選課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您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嗎 還是會覺得說其實可能本來就跟高中有一個距離在 然後可能他們本來就不太了解 對 好 我想我們會喜歡一個學生 很有他自己人生發展或者學習發展的定見 換句話來講 我們希望學生是在相當完整的了解跟檢查之後 決定要投考這個科系 所以我們一定會問他幾個問題 用這幾個問題來了解 他是不是真的很愛我 然後他是不是真的很值得我去愛他 然後我們兩個在一起以後會不會很幸福 那所以如果會邀請你說一下你的讀書計畫 那你最好能夠反映已經研究過我們系上的這種課程規劃表 先研究一下 對 所以有哪一些必修課程你大概是有印象的 然後在選修課程裡面你有哪一些選修的計畫 那這個會加分的 對 因為這個代表你做過研究 你真的知道你將來要去念一個什麼樣的科系 那裡有哪一些學習資源 有哪一些課程 有哪一些老師 而你希望跟這些老師學那些課 為了能夠補充你自己 為了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這種基礎知識 那所以應該要稍微說一下 那至於怎麼做研究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到對方的系網裡面去多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你也要能夠呈現你的確是一個能夠扛得起這些課程的一個學生 比方說你要念心理系 那心理系就是一大堆跟統計有關的課啊 那你有沒有心理準備啊 那雖然覺得自己好像數學的基礎不太好 可是你至少要表明我有信心我能夠 對吧 我就算信心不太夠 我相信系上會幫助我 那如果這個我自己的信心不夠 系上也幫不了我 我會想盡各種的方法來尋求更多的練習 或者更多的探索來幫助我在這方面有基礎 因為我還要向前一步 我還要再向上爬 那我覺得這個題目可能要從這個角度來講 會更加的吸引這個 對 遠橋我教你 如果你就先把你要去的那個科系的老師呢 先研究一下 你只需要背下老師的專長是什麼 像剛剛的話你就要說 老師我就一定對組織心理學有興趣 馬上就錄取了 然後就不要忘記喔 就是呢當你收到成績單之後呢 要上我們的這個大學網 這個的交叉弱點分析 然後呢進入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個個人的申請的部分呢 輸入你的各科的成績 你就可以得到一長串的一些推薦給你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準確 好 那遠橋這個念完心理系之後 你現在有沒有一些規劃 如果說你未來念的心理系 畢業之後你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你希望要從事什麼樣的職業類別 我希望從事的職業算是心理諮商師吧 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這方面很需要 就是很缺這方面的人才 那因為我有看一些國外的東西 那他們的聽說薪資也是很高啦 就是算三小時的OK 其實心理諮商跟心理醫師在國外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當然這幾年在台灣越來越興盛的 所以其實才會有這麼多的這個 心理相關的科技的應聲嘛 那老師我們就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備審資料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最後就是出入有哪一些 要繳交一些資料嘛 像我們就會講到說呢 這個在書面資料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用12號字啦 不要開題 然後標題要用14或16或加出 然後呢 排版用1.5倍的行稿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美邊的設計的意義就是要讓整體的版面看起來是柔和跟美觀 不要過度個鮮豔 然後試教對不對 老師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是 我想在整理資料的時候有幾個這個要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要非常的真誠 就是你所寫的東西的確就是你不是別人 那第二個是當人家問你跟你的這個備審資料裡面相關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顯得非常的不熟弱 那所以第一個是要用心真誠的準備 第二個是準備完之後你自己要一看再看 反覆的熟悉你自己已經交出去 關於你自己的某一些說明 那當然這個有一些這個老師會指導學生 特別是高中老師會指導學生說 這個編排稍微寬鬆一點字體不要太小 閱讀比較舒服 對閱讀比較舒服 可是從閱讀舒服的角度來講 你要選一個最能夠表達你個性的字體 當然不要是少女體或者是褲娃娃體那種 褲娃娃體 對 好那選一個比較端正 跟自己的個性比較相合的字體 我一般不太建議細民體 因為他看起來有點土土的 那楷書看起來就有點重 所以你自己結合 你自己對自己個性的了解 選一個適合的字體 那字的大小大概12級左右 那大概單行間距或者1.5倍的間距都可以 那如果單行間距的話 那個段落之間稍微控開 這樣審查者在審查的時候一段一段他會看得到 那請留意 就是不要這個一個標題 然後只有一段 那也不要一段裡面就只有一個句子 現在很多的學生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一句就是鬥號鬥到底 那最後來一個句號 那這個是文字編輯上需要留意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每邊 儘量的整體剪接 那如果在這方面需要一些指導 其實現在學校輔導師的老師 都很願意幫你做一些初審給你一些建議 那我覺得你只要把握這兩個 我覺得在這個資料呈現方面應該就沒有什麼開導 而且記得千萬不要請人代筆 因為到時候老師對你的提問的時候 你就會回答不出來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房間可能有很多幫忙這些的 當然他們現在真的蠻辛苦 你看這個面試還要準備一些初審資料 這個以前在我們來講都是研究所階段才要做準備的 好再來就是要有目錄跟每頁編碼方便搜尋 這個其實對於你們的話 可能一般也不太曉得說要做目錄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老師我們其實昨天有講過就是 每一個人的資料老師如果看三分鐘 100個人就要看300分鐘了 所以這個目錄跟摘要其實非常的重要 這個部分的話是不是也是 當你們真的很忙的時候 一個最快的一個閱讀方法 當然我相信每一個審查者都會玩整個仔細的 可以給大家看完 但是我們可以幫助他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現在 因為大家在這個申請這個真實入學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志願服務的資料 或者參加這個訓練營的一些證明什麼的 那我建議分門別類 那這個分門別類包括證書的性質 也包括你去從事的活動 那比方說有些是社團參與 有些是班級服務 有些是你自己的一些志工參與 有些是你撞油的這個照片 你做了一些加分的一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你分門別類放好之後 不要只有 第一個是不要整張去掃描 然後用A4的大小呈現一張 因為你總共有40幾張 對吧 所以你可以分門別類之後 盡量的讓他在兩到三頁之內 能夠呈現一個完整的類別 或者一張當中能夠呈現一個類別 這個是最好的 或者在可能兩三張照片的最上面做一小段的說明這樣子 這個是我正要提醒的 就是說你可以在 基本上你去參加志願服務 我們關心的不是你參加志願服務的時數有多少 對吧 因為如果這樣 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對它只是一個數字 但是如果你能夠說明參加志願服務 你有哪些收穫 有哪些心得 有哪些重要的足跡 你有一些特別的感動 其實這些文字甚至稍微長一點 都沒有問題 稍微長一點都沒關係 所以分門別類 然後前面加上一些這個 這個引言或者說明 我覺得會更有魅力 沒錯 而且這些文字呢 千萬要正向樂觀 不要打背琴牌對不對 比如說我這個摳了 我出的沒錢 這個就不需要出現了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補充幾句話 就是我留意到大家 因為在背審資料裡面你要寫自傳 很多同學很喜歡從自己的家庭 家庭背景 開始介紹 但是其實沒有一個老師會關心你的家庭 真的 除非 家事顯赫 我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他剛好是我的父親 他訓我盛言 我從他身上學到12345 那像這種你要提出一個最重要的人 而那個人剛好是家人 你可以說他 不然不要這個逐一的介紹 系數你的家人有哪些沒有必要 這個對於這個資料 因為他會佔篇幅 而且他會引起閱讀上的驗反感 因為我們不會有興趣去認識這個 而且要認識100多個人的家庭背景 但是相反的另外一些材料我們很關心 就是你究竟喜不喜歡我們 為什麼 對吧 你為什麼覺得這個值得你念 你會願意承擔多大的壓力 多大的這種考驗 那如果你能夠在自傳裡面 都表達自己對這個領域的熱情 自己所做的準備 比如說我大概高二的時候 知道我對社會心理學群會感興趣 所以我就開始去閱讀了一些書 這些書的書單 我從這些書單裡面 獲得一些什麼樣的啟發 那這一類的材料 會讓我們覺得 對你是準備好的 那麼如果你準備好了 我們也準備好要歡迎你 所以遠差 趕快去Google一些 跟心理學相關的書籍 一般的reference附在後面 對 好 最後我們來看看的是我們的出路 非常的重要 像剛剛講到的是 如果像是我們一些心理諮商的部分 現在心理諮商在台灣的這個 待遇大概怎麼樣好不好呢 好 我先說一下這個 如果你要說 如果成為一個諮商員 你可能不一定是念心理學 因為你可能念護理 念這個公共衛生 你可能念家庭 念兒童 那你這個 將來都可能成為一個社區裡面 透過諮商協談幫助人的人 不過如果你要做這個諮商心理服務 或者臨床心理服務 我們國家現在有一個心理師法 它就規範你必須要擁有心理師的執照 然後你才能夠職業 那你要考這個執照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 而且要在相關的系所或者系組裡面 那所以它還是一個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需要去探索或者做準備 但相對如果你有了這個證照的話 你的這個稀有性就高了對不對 價值可能就更高了一些 這個稀有性其實跟市場的需求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也跟這個尋求服務的人群 可能的規模是有關 那因為如果我們從諮商員的角度來講 那通常是配置在機構 那因為是機構付他薪酬 所以比較沒有按照終點收費的這種情形 但如果你是心理師 你的收費可能會by hours 就是我給你談一個小時 跟你收多少錢 那當然就要看有沒有夠多的人會來找你 不過一般都認為這個諮商跟臨床心理服務 在這個時代的需求來講 或者現在的社會需求來講 是非常高 那所以只是我們能不能 怎麼講有更多的這種提供服務的管道 讓社區的民眾可以順利的靠近 這個是比較重要 那臨床跟這個諮商心理師 一般的待遇其實都還不錯 其實都還不錯 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未來 但是如果從他們要付出的這種教育投資 跟他們所要承擔的這種 某一種情緒上 因為你這個整天聽人家說 那些不舒服的事情 這個對自己的個性 或者對自己的生活品質 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他是怎麼講 我還是要鼓勵同學 你是真的有熱情 對人感興趣 很歡迎你能夠見到心理系 我們很需要你 對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個工作以後會賺不少錢 賺多少錢這樣子 對 我自己覺得將來可能你會需要另外一個心理服務人員聽你說說話 聽你道樂的 其實出的很不錯 像人力資源專員 行銷企劃 或者一些醫療從業人員的話 社會工作人員的話 都可以社會學的研究 那社工師 像剛剛有講到 或是相似一些心理輔導人的話都可以 我最後要來問問這個遠橋 在剛剛聽完之後 有沒有改變一件心理系的一些想法 給你10秒鐘考慮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拿到 上我們的這個大學網的交叉落點分析 進入之後 在個人申請的部分 輸入你的成績 你就可以知道 為你做推薦的一些細數在囉 好 然後這老師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今天同學們要來報告心理系的話 可不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呢 好我有三個建議 第一個是備審資料一定要盡量豐富完整 那要寫得很真誠 要注意每邊資料多我們都看得完 只是你稍微做個分類 對我們幫助很大 第二個你要預備好去參加面試 那個面試可能是對方在考慮 要不要接受你的最後一個考驗 那你能不能在當中表現你的某一種專注 某一種真誠 某一種進入這個科系的決心 你是做好準備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 那第一 剛剛有一件事情我特別想說 它倒不一定是為了心理系 就是大家在 因為你們有六個志願可以填 可是我注意到有些同學在選年志願的時候 可能都看得太高 所以他可能往前面填了很多科系 可是那些科系都沒有選到他 初選就沒有上他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太可惜 所以一定要多留意 去參考對方科系的整個系所的聲望 排名你的成績的競爭性 你當然可以往上看一兩個 但是儘量把自己放在中間 另外後面準備一兩個是電體用的 這樣子如果上面夠不到 那這邊不小心人家有遺珠之汗 那你還有一個網子可以網住 我自己覺得能夠早一點透過推增 進到自己想要就讀的系所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不用再花後面那半年 你可以更早的就做一個更好的準備 好遠強那有沒有改變你的想法呢 沒有 所以還是想要練習引擎 非常的好 好啦那今天就謝謝我們的老師 然後張爸爸跟張帥哥 明天來現場呢 是我們的政大國際創新學樂 希望明天從同一個時間 12點20分再見囉 先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下課囉 拜拜 拜拜 謝謝 我可以找到一個